最終選舉進入倒數 選情呈現緊繃膠著 美國總統川普 為了積極拉抬聲勢 在炒了一鍋 又鹹又苦的移民飯後 決定再端上 可甜可酸的中國菜 聲稱透過雙管旗下 恩威病師 很快就會讓北京當局 俯首稱臣 坐上談判桌 並且達成協議 我們當然有什麼事跟中國 中國真的傷害了我們的國家 經濟 你看我們會贏那一件事 我們會贏那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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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會贏那一件事 250億美元 加上 tariff如果那一件事 250億美元 我們會贏那一件事 267億美元 等待會 如果我們不贏那一件事 你會贏那一件事 我認為我們會贏那一件事 川普對福斯電視台專訪隔天 當地時間10月29日 彭博新聞就跟進報導 川普渴望和中國大陸國家主席 習近平在11月底 於阿根廷首都召開的 20大工業國G20領袖高峰會中碰面 倘若屆雙方仍然無法敲出共識 美方將自12月起 在以加征關稅 總金額2500億美元的 中國大陸貨品之外 對其餘2671美元的商品 啟動第三波制裁 花府升高籌碼 北京當局也做出了回應 如果有關方面不願意 繼續本著平等護理的精神 推進這樣的護理合作 那麼中方當然我們也有充分的信心 繼續按照我們自己的道路 堅持改革開放 堅持發展好我們自己 美中雙方你來我往一番後 川普又有了進一步行動 他先是在推文上 把10月股災全部怪到民主黨的頭上 恐嚇股民若要看到股市繼續下行 那麼就一定要把票投給 對韋戴瑞拉經濟模式 情有獨鐘對中國大陸 莫可奈何的民主黨 接著又炫耀自己和習近平 通上了電話 透露兩人好事將盡 這串推文果然奏效 投資人立刻一掃貿易戰陰霾 推升中國大陸股會雙掌 美國三大股市全面上揚 財新的動作 Donald Trump has been speaking about trade he said in a tweet earlier he said just had a long and very good conversation with President Xi Jinping of China we talked about many subjects with a heavy emphasis on trade those discussions are moving along nicely with meetings being scheduled at the G20 in Argentina Claire Sebastian's in New York the tweet doesn't really say much other than that they spoke 但這已經是我們看到的 北光的商業機密為由 正式提出訴訟 隨著中國制造2025的國家目標 全面啟動 美方也升高了 對中國大陸的防範 加強對中國大陸的戒心 雙方交流趨警 也弄得產業界 一片風聲鶴唳 跌影床床 紐約時報就報導 美國司法部事件 起訴了多名 中國大陸國安系統官員和駭客 指控他們在過去5年間 從位於亞利桑那州 馬賽竹色州 奧瑞岡州等各地 共13家美國公司 竊取發動機設計圖 及其他商業機密 當時中國大陸正在開發 一款類似的商用飛機發動機 為了獲取情報 駭客們向目標企業員工 發送釣魚郵件 在網路上植入惡意城市 並且透過租用全球伺服器網路 來隱藏身份 報導引述司法部的書法表示 中國大陸興趣廣泛 目標涵蓋能源 國防 科技 交通 甚至服務業 這起案件還只是個開始 接下來將對更多起 和中國大陸政府掛鉤 涉及盜取智慧財產權的 駭客案件展開報復 而福建進化一案 儼然就是最新目標 在司法部之外 商務部已經另外採取 致命的懲罰措施 以竊取智慧財產權 威脅軍事體系供應鏈 危害國家安全的風險為由 下令限制所有美國本土企業 對福建進化出口軟體和技術產品 這部是中國政府的 處理公共產業 公共產業 中央公共產業 是重要的 財政策 財政策 中國財政策 財政策 財政策 所以攻擊Fujian Jinhua 會透過這個業界的責任 中國會飲用更多電腦機器 比其他國家在世界上 但是有一個大量的差距 對於飲用和生產 中國大陸駐美大使館 在第一時間出面嚴正否認的這項指控 適則美方無中生有捏造事實 伴隨先前阻止陸氣投資 或者併購美國本土高科技產業的規定 司法部事前另外宣布了一項新的 打壓中國行動 以赫止外國勢力 藉由遊說、賄賂等手段 獲取關鍵技術的商業交易 試圖建立抵擋經濟間諜的防護網 關稅措施和經濟間諜 原本是兩件不相干的事 如今因為川普掀起這股反華情緒 而全都湊到了一塊 接下來恐怕也將讓雙邊貿易談判 雪上加霜經濟密布